最佳女婿,第五章,早知道我也抢着买了,六百万我也买,得了吧,你就没那命,人群中不少红眼的,也纷纷叹息,自己咋就没这运气,原本心疼的坐在椅子上的江景人一听这话猛的站了起来,快步走过去,要过那两个画轴仔细看了一眼,激动道,陶老,您确定吗,这真是奇难目,陶老点头笑笑, 说道,虽然我不主公这方面,但这点自信还是有的,错不了,家荣啊,你真是我们江家的福星啊,江景人一手抓着一根奇难目,惊喜万分,什么女婿啊,从今以后,何家荣就是他的亲儿子,江言不由皱紧了眉头,看向林宇的眼神颇有些诧异,这个窝囊废,运气当真这么好,先是鸣血铁,后是钻戒, 再是这两块奇难,他醒来的这短短一个多月,简直可以说是运气爆棚,但若不是运气好,还能有什么其他解释呢?江言叹了口气,心想,果然是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 而躲在人群中的朱志华,却是一脸快哭了的表情,自己怎么就想不到,看看那两个画轴呢?结果让林宇占了大便宜,六十万一眨眼的功夫翻成了天价,这要是传出去,自己指定就成了古玩圈的笑话了,想着,他再没敢多待,趁众人不注意,灰溜溜的走了, 家荣,你这两根奇难卖给我吧,周晨听到这边的动静急忙挤了过来,看了眼江静人手里的奇难木,一脸迫切,这两根木头要是交给他,价格起码能炒翻一倍,你要,便送你一根,林宇大肚一笑,送,送, 江静人面色一变,心疼得不得了,叔叔,他就是送我,我也不能要啊,这样,我出两千万,买您这两根木头,回头赚了钱,我再回给您两成,怎么样?周晨笑道,内心不由有些感动,没想到,刚认识没多久,林宇就能对他这么大了? 好,好,好,江静人一听两千万,还有分成,盲不迭点头答应,直接将两根奇难木塞到了周晨的手里,很快,周晨就找人把钱打到了江静人的卡里,江静人盯着手机上的短信提醒,嘴巴笑得裂成了花, 爸,爸,这钱,你应该分给何家荣一些吧,这时江言小声的提醒了一句,对,对,家荣,这钱,咱也俩一人一半,江静人这才回过神来,不用了,爸,您留着吧,我的钱,也就是您的钱,林宇淡淡一笑,他也这么多钱也没用,只要江言每个月按时给他零花钱,他就知足了,好,好,好女婿,不,好儿子, 好儿子,江静人乐得喜笑颜开,江言无奈的翻了个白眼,看向林宇的眼神,却不由的柔和了几分,接下来的两组拍卖会名品层出,江静人也跟着叫了几番,但价格叫上去后,他就心疼钱,舍不得继续跟,只好放弃,林宇也没劝他,价格太高,确实没有追加的意义,老丈人今天拿了三百万出来, 交回去两千多万,已经收获颇丰了,江静人心里也是美滋滋,今天回去把钱一交,自己在老婆面前的地位妥妥的提升啊,古董拍卖会结束之后,便是答谢宴,晚宴过后便是原始拍卖会, 因为原始与古董性质不同,群体自然也有出入,所以晚宴的时候,出现了很多新的面孔,家务的人也走了很大一部分,周辰给林宇他们安排的是前面的一个主桌, 但是林宇觉得自己穿的太寒酸了,他给周辰扫了面子,便拒绝了,坐到了后排的一张空桌上,周辰和沈玉轩便也拿着碗筷坐了过来, 家荣,你今天可是帮周辰狠狠赚了一笔啊,一会儿原始拍卖,也帮帮我,不用多,让我也赚个一两千万就行, 那我在我爸面前可叫牛逼坏了,沈玉轩满脸期待的看着林宇,我就是运气好而已, 勉强说来古董还略知一二,原始可真的是一窍不通,林宇摇头笑了下,堵石堵石, 关键就在这个堵字上,运气成分很大,今晚上他的风头已经出过了, 钱也帮老丈人赚到了,没必要再张扬,否则江炎就会有所怀疑了, 沈玉轩叹了口气,颇有些失路,凭他自己的本事,今晚上能不舍本恐怕就很好了, 小姐,您的话,这时服务员突然走了过来,手里捧着一捧花头颇大, 颜色火红的玫瑰花,俯身地向江炎,哎哟,这谁送的, 好大的胆子啊,活得不耐烦了吗?没等江炎说话, 沈玉轩立马抢着骂了一声,林宇面色也微微一变,心里有些不爽, 当着他的面就敢跟他老婆送花,也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, 谁让你送过来的,你就给谁送回去,江炎看都没看一眼, 声音冷淡淡,那位先生说是您的朋友,让您先看一眼花上的字卡, 服务员满脸为难,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沈玉轩,江炎皱了皱眉头, 随意往鲜花上的字卡瞥了一眼,神色刹那间一变, 怎么了?林宇小声关心道,没什么,我去趟厕所, 江炎慌慌张张地站起来,匆忙往外走去, 嫂子这是怎么了?沈玉轩和周辰互相看了一眼, 有些纳闷,林宇没有说话,把鲜花上的卡片拿过来看了一眼, 只见上面写着一串简单的英文, Missumark,除此之外,再没有别的东西, 卡片上的字迹囚禁俊,林宇猜测江炎应该是认出了卡上的字迹, 才会由此反应,难道是他? 想起江炎刚才惊慌的神色,林宇的心脏仿佛被人钻了一下, 毕竟相处这么久,自己还从未见他如此失态过, 终于要见面了吗?林宇握在卡片上的手指不觉用力, 指节微微泛白,我倒要看看你,是个什么惊世绝伦的人物, 虽然林宇对江炎也说不上多爱,但他终归是自己的妻子, 他的心不在自己这里,却在别的男人身上, 任谁也受不了,林宇早就想见识这个男人的风采,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上了, 家荣,有什么问题吗? 沈玉轩还是头一次见林宇神情这么凝重, 家荣,你是不是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啊? 放心,这是我的场子,我可以立马叫人把他请出去, 周辰说话十分硬气, 这个真不是吹,他想让谁出去,谁就得出去, 今天的安保全是他家的,没事,林宇不动声色的把卡片放了回去, 展颜一笑,道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, 没办法,娶个漂亮老婆,就得学会承受这种压力, 哈哈,知道就好,没办法, 谁让嫂子国色天香,清国清城呢? 就是,这说明你福气好啊, 家荣,周辰和沈玉轩两人立马哈哈的笑了起来, 家荣,你放心, 我只认你这个女婿, 其他的都给我哪来的哪去? 江景仁巴扎了口酒, 一本正经的说道, 先生,那,那这花,一旁的服务员满头冷汗, 不知道该怎么办,让他送花的人, 同样是他得罪不起的一位人物, 你是不是傻啊,听不懂人话吗? 沈玉轩气的拍了下桌子, 给我吧,林宇冲他白白手, 把鲜花接过来,竟然放在了一旁, 没再多说什么, 招呼着大家吃饭, 过了足足有半个小时, 江炎才回来, 此时的他已经恢复了那富高冷傲然的模样, 但是从他眼中隐约的血丝, 林宇判断得出, 他哭过, 不好意思, 江炎为自己刚才的失态给大家道了个歉, 在他撇到桌上的玫瑰花后, 神情再次一变, 有些愤怒的一把抓起来要扔掉, 谁知林宇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, 有些东西不是逃避就可以解决的, 江炎文炎面色微微一正, 林宇抓着他的手, 把花放回到桌上, 柔声道, 我知道你想放下, 也一直在试着放下, 但是就如同桌上的这捧花, 拧掉, 踩碎, 反倒说明你在乎他, 等你看到他内心平静, 没有丝毫波动, 那才说明你是真正的放下了, 江炎身子微微一叉, 眼眶有些泛红, 没有说话, 把手抽了回来, 吃饭, 吃饭, 吃完饭再说, 周辰和沈玉轩一看气氛不对, 急忙打圆场, 江炎, 我送你的花, 还喜欢吗? 这时江炎身后突然想起一个醇厚且富有雌性的声音, 江炎身子猛的一叉, 手也开始抑制不住的抖动了起来, 在桌上胡乱的抓着, 似乎拼命的想要抓住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, 这时一只温热有力的手突然握在了他手上, 他整个人瞬间镇定了下来, 转头一看, 发现林雨正温和的看着他, 冲他轻轻一笑, 说道, 我在这儿呢? 说完, 林雨握着江炎的手站了起来, 回身便看到了自己一直以来想见的那个男子, 只见这个男子身材挺拔, 相貌不俗, 一身西服很是贴身, 是那种典型的一架子, 一看平日里就没少锻炼, 在他身旁还跟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, 一身香槟香钻长裙, 脖子上戴着项链, 头上孤着满钻发簪, 奢华尊贵, 毫无疑问是个富家女, 这个女人五官长得也很不错, 不过皮肤略黄, 在白皙的江炎面前, 他显得是那么的暗淡无光, 所以他看向江炎的眼神中, 免不了带着一丝嫉妒, 你好, 我是江炎的老公, 何家荣, 林宇主动冲西装男伸出了手, 你好, 我是江炎的, 好朋友, 李俊逸, 李俊逸面带微笑的伸出手, 跟林宇握了握, 不过他的手上暗暗加了劲道, 他觉得凭他的万力, 身材瘦削的林宇, 一定会疼得叫出来, 但让他意外的是, 林宇面色平淡, 反倒他手上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道, 钻心的痛感一下涌到了胸口, 好在林宇此时放开了他的手, 否则他一定会忍不住痛的叫出来, 李俊逸把手藏在背手甩了甩, 看向林宇的眼神也带了一丝胸光, 看来江炎的这个窝囊费老公还真有些蛮力啊, 他这次回青海, 除了要来参加这次的原始拍卖大会, 再就是想着见见江炎, 自然早就把有关于江炎的一切信息都掌握了, 他知道这个何家荣是个只会吃软饭的窝囊费, 所以便直接问道, 何先生能娶到江炎, 真是好福气啊, 不知道您在哪里高救我, 我暂时没有工作, 林宇被问的有些心虚, 不过脸上依旧坦然, 哦, 这么说来是江炎在养你了, 真是令人羡慕啊, 李俊逸脸上带着一丝嘲讽, 眼神不经意的瞥了眼江炎, 凭家荣的本事, 找个年入千万的工作, 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, 沈玉轩见这个李俊逸这么狂傲, 十分不爽, 要不是一会儿, 元时大会就要开始了, 自己非奏他不可, 本事, 一个窝囊费能有什么本事, 吃软饭的本事吗, 李俊逸仰着头, 哈哈的笑了一声, 随后眼神阴冷的冲江炎说道, 江炎, 我还以为你甩了我能找到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呢, 没想到找了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废物, 他极力压制自己的愤怒, 言语无比阴冷, 显然仍对江炎甩他的事情怀恨在心, 江炎紧紧抿着嘴, 沉默不语, 老公, 他身旁的傅家女撒娇拽了他一把, 神情颇有些不悦, 不好意思宝贝, 我跟你说过, 我跟他已经是过去世了, 李俊逸拍拍傅家女的手, 仰头冲江炎说道, 对不起, 忘记给你介绍了, 这是我的爱人, 沈爱家, 灵安市市委书记的女儿, 李俊逸的神色颇有些巨傲, 似乎在告诉江炎, 瞧你找的是什么玩意, 再看看我找的人何等尊贵, 江炎低着头, 心中压抑不已, 已然陷入到痛苦的回忆中去了, 那些甜蜜的瞬间宛如一道道利剑, 将他的新歌的七零八岁, 尤其是李俊逸趴在一个女人身上苟且的场景, 更是他这么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,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初恋, 一个早上还跟他说着爱你始终, 至死不渝的男人, 晚上就趴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上, 而且李俊逸还反过头来怪他, 声称要不是江炎不让他碰, 他怎么可能会有别的女人, 这也是江炎这么多年一直痛苦的原因, 总是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错, 是不是自己的保守, 才导致了最终的分手, 而从那以后, 他便对男人失去了信心, 这也是为什么他心甘情愿嫁给何家荣的原因, 李先生, 原石大会就要开始了, 麻烦您先去楼上准备准备吧, 这时周辰见气氛紧张, 连忙站起来, 冲李俊逸做了个请的手势, 李俊逸冷哼一声, 整理了下衣服, 搂着他的妻子离开了, 呸, 什么东西, 狂什么, 沈玉轩看着他的背影恨恨的骂道, 别说, 他还真有点本事, 三年前从耶鲁大学留学回来,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, 专做珠宝生意, 短短两年的时间, 就成了临安珠宝行业的巨头, 虽然离不开他岳父的帮助, 但他的能力也可见一斑, 周辰有些无奈的摇头苦笑了下, 听说他已经准备来青海开分公司了, 所以这次是青海宣传部特地邀请他过来的, 等拍卖会结束, 他还要作为杰出海归代表上台讲话呢, 我也不好得罪, 我看是海归吧, 瞧给他牛的, 鼻孔都朝天了, 沈玉轩气愤的说道, 有些替林宇打抱不平, 他不知道, 刚才李俊一那么羞辱林宇, 林宇为何没有反应, 林宇心里又何尝不窝火, 但是在这种场合, 总不能动手打人吧, 而且李俊一取笑他的点, 都是事实, 他无法反驳, 只能隐忍接受, 谁让这个何家荣不争气呢, 他知道, 此时江炎心里比他还要难受, 你要是难受,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, 林宇轻声对江炎说道, 江炎沉默片刻, 随后摇摇头, 不是你说的吗, 逃避是没有用的, 要想放下,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面对他, 说完江炎抬起头, 神情也变得坚毅起来, 随后主动挽住林宇的手臂, 轻声道, 我们上楼吧, 好, 我们上楼, 林宇轻轻地握住了江炎挽在他胳膊上的手, 声音不大, 却坚定道, 我答应你, 今天晚上, 一定把你这些年逝去的, 全部给你争回来, 争, 怎么争, 凭你这张嘴吗, 江炎突然觉得有些可笑, 他最讨厌这种没能力还喜欢说大话的男人, 不过他觉得更可笑的是自己, 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心心念念了这么久, 如今也是时候放下了, 他暗自发誓, 从今晚以后, 他的心脏将再也不会为李俊逸这个名字跳动一下, 只是可能吗, 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, 都没有做到, 来到六楼会议厅, 场地布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 原先的椅子基本上都被撤了, 会议厅前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原石, 一块极大的原石前面围满了人, 一些珠宝商和赌石的人, 已经站在石头前面指指点点, 只见这块原石品相极佳, 皮壳呈黑褐色, 质地细腻光滑, 属于细皮子, 周围爬满了黑灰色的绿选, 俗话说绿随选走, 所以这块石头出绿的几率极大, 而且表壳已经形成了带状松花, 鲜翠欲滴, 因为品相出众, 这块原石价格自然也不低, 起价就是八百万, 众人围在周围议论纷纷, 这种块头和品相的原石, 我很久没见过了, 肯定出绿, 而且品质不俗, 那是自然, 听说这块原石是今天的几个压轴之一, 当然差不了, 气价八百万, 估计成交价跌几千万, 哎, 我们是没期望了, 沈玉轩看到这块原石也是双眼放光, 这么大一块原石, 开出的率自然小不了, 要是做成镯子挂坠, 那肯定得赚翻了, 这块原石现在开始竞价, 起拍价八百万, 加价阶梯五十万, 价高者得, 这时拍卖时见人来的差不多了, 便宣布开始竞价, 我出九百万, 九百五十万, 一千万, 随着众人的追捧, 原石价格不断飙升, 沈玉轩也混在出价的人群中, 但是并没有急着出价, 等价格飙升到两千万以后, 竞价的人已经很少了, 沈玉轩立马朗升到三千万, 闻声, 众人不由一阵惊呼, 凤元祥的少东家就是豪气啊, 一口气加了七八百万, 沈玉轩昂首抬头, 脸上颇有些德色, 自己这一口架, 基本上就是封顶了, 这块原石, 他是势在必得, 四千万, 这时安静的人群中, 突然一个醇厚的声音传来, 沈玉轩面色一变, 转头一看, 发现竟然是李俊逸, 李俊逸风轻云淡的看了沈玉轩一眼, 做了个请的姿势, 示意他继续加价, 沈玉轩咬咬牙, 给父亲打了个电话, 得到允许后, 立马喊道四千五百万,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, 眼睛也有些泛红, 显然动了火气, 五千万, 李俊逸挑了挑眉头, 颇有些挑衅的看了眼沈玉轩, 沈玉轩刚要开口, 突然有人按住了他的肩膀, 他回身一看, 发现是林宇, 林宇没有说话, 冲他摇了摇头, 示意他别带根了, 这块原石在林宇看来, 并没有多少灵气, 就算开出来也不会暴涨, 撑死就值个起拍架, 他没想到, 沈玉轩会半路杀出来竞价, 好在还有李俊逸接手, 所以他急忙上来制止沈玉轩, 家荣, 干嘛, 沈玉轩有些着急, 拍卖石已经开始倒计时了, 听我的, 让给他, 林宇说道, 哈哈, 怎么, 堂堂奉元祥的少东家, 还要听命于一个窝囊费吗? 李俊逸看到这边的情形后, 立马出言奚落, 不是听命, 是建议, 林宇有些不懈的道, 对于一个连起拍架都不值的原石, 我们没兴趣, 既然有人愿意做冤大头, 那便让给他呗, 听他这么一说, 沈玉轩原本激动的情绪, 顿时安稳了下来, 经历过上次的事, 他对林宇有种莫名的信任, 当下点点头, 说不跟了, 笑话, 你懂个屁, 李俊逸被林宇的话逗得吃笑一声, 有些窝火, 这个窝囊废, 也就只能嘴皮子上皱皱自己了, 围观的众人也是一阵哈哈大笑, 看向林宇的眼神, 多有些一些不屑, 显然认为林宇是个门外汉, 不要不懂庄懂, 这时身后的江言, 也冷声责怪了林宇一句, 他对原石也多少了解一些, 觉得这块石头五千万拍下来, 倒也划算, 最后这块原石以五千万的高价卖给了李俊逸, 他并没急着解释, 因为接下来出厂的一块原石, 立马吸引了他的目光, 压轴的原石被卖掉, 周辰立马分布人, 把另一块压轴的摆出来, 意图趁势将拍卖会的气氛炒到高潮, 这借原石拍卖会果然名不虚传, 好料不断啊, 依照我看, 这块比刚才的那块还要好, 绝对暴涨, 这块原石来头可不简单, 听说是货主直接从缅甸山兵手里拿的货, 极有可能开出玻璃中, 一听从缅甸山兵手里拿的货, 众人不经一经, 看来这个货主来头不一般啊, 这种渠道可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, 所谓缅甸山兵就是地方的民族武装势力, 与政府军为敌, 很多敞口都被他们掌控了, 或比市面上的要好很多, 只见整块石头成灰黑色, 颜色很深, 周身白蟒, 蟒下飘雾, 为火烟旧, 上原皮壳很薄, 在灯光的映照下, 竟然有些晶莹剔透的翠绿感, 单从品相上来看, 比刚才李俊逸拍走的那块, 还要胜上几筹, 这块石头我要定了, 李俊逸颇有些豪气的说道, 谁也别想跟我争, 我直接出六千万, 人群不由哗然一惊, 这李俊逸当真是财大气粗啊, 两块石头加起来, 直接就一个多叶了, 虽然在座的很多人都身家不菲, 但是身家不同于流动资金, 能一下拿出一两个亿的流动资金, 确实实力不足, 我出, 沈玉轩迫不及待的要镜价, 谁知话还没出口, 便被林宇一把抓住了, 沈玉轩立马急了, 冲林宇问道, 家荣, 你干嘛, 刚才那块不让我拍也就罢了, 这块石头一看就会暴涨, 错过这次机会, 我今晚上就要空手而归了, 刚才周辰提醒过他了, 这是今晚上最后一块压皱的石头, 错过就没了, 这块石头不止不会长, 而且还会垮得很厉害, 除了上缘有一小快绿之外, 下面几乎全是石头, 林宇解释道, 这怎么可能, 你不是不懂原石吗? 沈玉轩眉头一皱, 吃饭的时候, 林宇可不是这么说的, 当我是兄弟, 就相信我, 林宇直接抛出了一句狠话, 松开了沈玉轩的手, 何家荣, 你过分了吧, 人家想买就买, 你跟着掺和什么, 江炎面带韵怒, 他也觉得, 这块石头绝对暴涨, 所以不希望被李俊义拿到, 林宇没再说话, 他方才那句话, 分量已经够重了, 剩下的只能沈玉轩自己抉择了, 玉轩, 家荣也是好意, 不过你自己对这方面也有研究, 你慎重想想, 再做抉择吧, 这时周辰赶紧出面调解, 但是语气中, 还是在暗示沈玉轩竞拍, 六千五百万, 这时人群中有个别资产雄厚的珠宝商, 已经开始竞价了, 七千万, 李俊义眼睛都不眨一下, 似乎钱对他而言, 就是一个数字, 七千五百万, 九千万, 李俊义狠了狠心, 直接加了一千五百万, 那个珠宝商立马安静了下来, 神情有些挣扎, 再往上拍, 就是一个亿了, 而且看李俊义的样子, 还打算继续加价, 还有没有出价的, 还有没有比九千万更高的, 十九八, 听着拍卖师的倒计时, 沈玉轩满头冷汗, 他爸说过了, 只要他觉得能赚, 两个亿以内都可以竞拍, 所以他完全有能力跟李俊义斗上一斗, 好, 我听你的, 沈玉轩犹豫片刻, 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, 林宇, 最后, 这块石头如愿落到了李俊义的手里, 他笑得眼睛都弯了, 扭头挑衅的冲沈玉轩说道, 沈大少, 你怎么不跟我竞拍了, 被价格吓住了吗, 你们全国知名的凤元祥, 就这点实力吗, 沈玉轩气的刚要骂他, 林宇抢在前头冷声道, 这跟实力有什么关系, 你花近一个亿, 买一块只值一两百万的破石头, 我们为什么要跟, 放你骂, 李俊义气的破口大骂, 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, 立马把怒气压了下去,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, 你个吃软饭的窝囊废, 也就只能嘴上诅诅诅咒我了, 江炎眼神冰冷的看着林宇, 满是厌恶, 对他刚生出的一丝好感, 也一扫而光, 自己一开始想的没错, 这个窝囊废还真打算靠这张嘴, 为自己把失去的争回来, 殊不知, 他已经成为了在场所有人眼中的笑话, 人群中很多人毫不避讳的耻笑起了林宇, 下次这种场合, 建议不要请这种门外汉了, 看他穿那身衣服吧, 跟个香吧老四的, 没办法, 现在这种厚脸皮的年轻人比比皆是, 面对众人的奚落, 林宇倒是比较从容, 但江炎的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了,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丢人不说, 尤其还是在李俊逸的面前, 年轻人, 既然你这么厉害, 为什么不选块石头给我们看看, 看看你能不能开个兵种给我们开开眼, 人群中已经有人在拿着林宇群开心了, 好啊, 林宇面带微笑, 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, 既然说是开眼, 兵种难免差了些, 左性直接开个玻璃种帝王绿吧, 他话音一落, 顿时满堂哄笑, 没想到啊, 今天真碰上傻子了, 众人都拿耍猴的目光看着林宇, 催促他快点选个帝王绿给他们看看, 家荣, 你这是做什么, 周辰极了, 低声喊了林宇一声, 整个拍卖会的石头他都看过, 最好的两块原石已经全部被拍走了, 剩下的一些石头都不算大, 倒是也有品项不错的, 但是要想开出帝王绿这种极品, 根本就不可能, 我说过, 堵石嘛, 中在一个堵字, 走, 我们去转着, 说不定真能碰巧开出来呢, 林宇轻松一笑, 朝着那堆原石走了过去, 众人也面带笑意的跟了上去, 唯独江岩站在原地没动, 脸色铁青, 气得手都抖了, 这是给他争气吗, 这是在给他丢脸, 他长这么大, 还从没这么丢脸过, 自己的老公被人当吼耍, 竟然还乐在其中, 走啊, 江岩, 愣着干嘛, 看看你老公是怎么从这批废料理开出帝王律来的, 这时李俊义走到江岩身边, 哈哈的笑了起来, 江岩很想一走了之, 但是他不能, 他不想再逃避了, 哪怕林宇再丢人, 他也要留下来陪着他, 他就是要让李俊义看看, 我宁可选择一个窝囊废, 也不会选择你, 就这块吧, 这块看起来不错, 这时林宇已经选好了一块中小型的原石, 他刚才一进场, 就被这块原石吸引到了, 他身上所散发出的清脆灵气十分夺目, 绝对是顶级水种, 所以他才敢夸下海口, 好, 小兄弟好眼光,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声, 好多人笑的眼泪都出来了, 因为林宇看的这块原石, 实在是太出众了, 只见这块石头皮壳呈褐色, 隐隐有些泛白, 无选无闻, 甚至表面似乎泛着一丝春色, 翡翠行有句话叫石春九垮, 所以单从这块石头外表来看, 几乎就是块废石, 家荣, 你还真是不懂啊, 这块石头一看就不可能出力吗, 沈玉轩说话的时候心在滴血, 后悔刚才听信了林宇的话, 他还以为林宇在这方面真有些研究呢, 没想到这一选就选了块废料, 家荣, 这块原石是刚才那块石头的天头, 不值钱的, 周辰叹了口气, 颇有些无奈道, 那太好了, 正好文花的钱也不多, 再多了还得问老婆, 林宇笑道, 好在刚才老丈人走的时候, 把那张三百万的卡留给了他, 文言众人又是一阵哄笑, 原来这傻子还是个七管言, 在林宇的坚持下, 工作人员便将这块原石称重后, 卖给了林宇, 八百亿斤, 总共才花了不到十万块钱, 哎呀, 何家荣, 你这真是挑了块好石头啊, 要不我们一块解解看, 李俊一站在旁边有些嘲讽的说道, 眼神里满是戏弄, 好啊, 林宇一口答应了下来, 随后, 工作人员用对讲机讲了几句, 立马便有一个小型插车, 插着一台大号切割机运了进来, 两个大汉跑过来, 立马把石头固定好, 准备解释, 众人围在一旁兴致勃勃, 当然, 他们期待的都是李俊一拍下的那两块原石, 料定这两块石头里必出好色好种,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恭敬道, 李总, 要不要在上面画道线, 李俊一拿过粉笔, 在五千万拍下的那块石头上划了一道, 说道, 就从这里解吧, 一会儿开出好种, 都有赏, 两名大汉点点头, 费了极大的力气, 将切割机对准白线, 开始解释, 吃吃,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, 一抹白雾从巨条中迸发出来, 形成了一阵白雾, 众人立马拿手捂住了嘴巴, 巨条越来越深入, 声音也越来越刺耳, 喀巴一声, 巨石一分为二, 出现了两个灰白的切面, 垮了,垮了, 众人不由惊呼了一声, 有的略带失望, 有的幸灾乐祸, 这怎么可能, 李俊逸面色也是一尘, 立马吩咐道, 再解, 工作人员赶紧将切开的两块石头, 再次拿起来分解, 两块巨石头再次一分四半, 仍旧都是灰白色的切面, 不见丝毫绿色, 解到这种程度都没见绿, 基本上就是垮了, 可惜了, 品香这么好的原石, 竟然就外面一层薄薄的绿, 这下可赔大发了, 幸亏刚才没跟着竞价, 要不我得跳楼, 一旁的沈玉轩陡然松了口气, 冲林语竖了个大拇指, 说道, 家荣, 多亏了你啊, 要不是你, 我就赔死了, 我爸能把我骂死, 周辰和江言也有些惊讶的看了林语一眼, 方才他说过, 这块原石价值不超过起拍价, 没想果然不差, 外原的那一层薄绿打磨成首饰, 撑死也就值个几百万, 经周围的人这么一提醒, 李俊逸才想起, 自己另一块九千万的原石, 立马吩咐这俩工作人员过去解另一块, 这次李俊逸要谨慎得多, 小心沿着石头顶不起雾的地方, 轻轻画了一小道, 吩咐两个工作人员从原石上面开始解, 轰鸣的切割机再次响起, 这次切割机刚切进去几公分, 便出现了一抹绿丝, 白物粉末中夹杂了一些绿末, 见绿了, 见绿了, 人群再次骚动了起来, 纷纷伸长了脖子往里看, 李俊逸也不由松了口气, 要是这一块再垮了, 那他想死的心都有了, 要知道, 这可是一个多亿啊, 而且更重要的是面子, 自己走了眼, 面子就丢光了, 不过他还没高兴几秒钟, 只见切割机上再次生腾起一片白雾, 伴随着咔嚓一声, 原石再次一分为二, 还是两个灰白色的切面, 仅仅在刚才切进去的地方, 有一小块手指粗细长短的翡翠, 而且看颜色, 也不过是个中高档的油青种而已, 再解, 李俊逸不死心, 工作人员赶紧照着吩咐切割剩下的碎石, 两块变为四块, 四块变为八块, 八块变为十六块, 仍然不见丝毫绿点, 李俊逸的脸也已经从白变成了惨白, 额头上满是冷汗, 这么多年了, 他赌食倒也失守过几次, 但是从没像今天这样, 折在两块品相如此好的原石上, 沈玉轩的脸上也是冷汗连连, 无比后怕, 要是刚才自己竞得了, 那后果不堪设想, 看到李俊逸惨白的面容, 江炎竟然觉得十分解气, 暗想这是上天再替自己惩罚他, 围观的众人也是惊诧不已, 尤其是刚才跟李俊逸竞价的珠宝商, 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跟上去, 太不可思议了, 这么好的两块原石, 竟然就出了这么点率, 可能是天意吧, 做人呢, 不要太张狂, 刚才那个小兄弟竟然说的一点没错, 两块石头都垮了, 高人呢, 大家这才想起林宇, 忙回身找他, 只见林宇面色平静, 丝毫都不惊讶, 冲李俊逸也遇到, 李总, 脸色不必这么难看吧, 这点小钱对你而言应该不算什么吧, 废话, 这点钱算个屁, 李俊逸沉着脸, 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, 手却握在身后颤抖不已, 这一个多亿他虽赔的起义, 但也是元气大损, 而且最主要的是, 他在江炎面前丢了脸, 并且不幸被林宇这个废物言中了, 小兄弟, 快把你的石头切开看看吧, 众人对林宇的态度明显缓和了很多, 虽然还是不相信他这块石头能开出好种, 但起码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那种讥讽戏谑, 先生, 请问怎么切, 因为林宇是周辰的朋友, 工作人员自然也十分客气, 擦吧, 林宇想想说道, 有擦的必要吗, 那得擦到半夜, 直接一刀下去得了, 人群中有人不满的叫唤了一声, 擦可是个慢功活, 家荣, 看着皮革, 这么厚实, 就算里面有绿, 也没有多少, 擦的话, 确实浪费时间, 周辰无奈的笑了下, 认为林宇能猜中李俊逸的石头会垮, 也不过是李俊逸自己运气不好而已, 跟林宇的实力无关, 我相信家荣, 就擦了, 沈玉轩毫不犹豫站在林宇这边, 开玩笑, 刚才要不是林宇, 他得陪到姥姥家去, 他便能活活把他打死, 所以现在他对林宇言听计从, 就算林宇说这张桌子里能开出帝王绿, 他也深信不疑, 在林宇的坚持下, 工作人员只好按照他的要求擦了起来, 吃吃, 刺耳的巨声再次响起, 巨条飞速转动, 白雾纷飞, 但是很快, 白雾突然变成了绿雾, 天哪, 涨了账了, 出绿了, 围观的人嘴巴张得老大, 好多人一听, 立马凑过来, 死死盯着这块石头, 满绿啊, 我天, 真是玻璃种帝王绿, 暴涨啊, 神了, 这眼光也太毒了吧, 说是帝王绿, 就真是帝王绿, 高人啊, 卧槽, 高人啊, 大哥, 收我为徒吧, 随着擦出的率越来越大, 人群也越来越沸腾, 好多人已经跑过来讨好的跟林宇帝名片, 难得碰到这种极品的翡翠, 工作人员也擦得格外细心, 等十一擦净之后, 立马泼上一盆清水, 一块极大的帝王绿便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, 只见其苍翠欲滴, 色正且浓郁, 油润亮泽, 十分夺目, 一时间整个会厅叹为观止, 江言也是满脸惊恶, 看向林宇的眼神中带着满满的震惊, 接二连三的言中, 这还是运气吗? 一旁的李俊逸满眼冒火, 脸色铁青, 阴冷到了极点, 因为愤怒, 身子筛糠般抖动了起来, 不可能, 不可能, 这个窝囊肺的眼光, 怎么可能会如此精准? 一定有什么猫腻, 一定, 他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, 喘一口气都生疼, 小兄弟, 小兄弟, 我出三千万, 三千万买你这块石头, 一个富泰的珠宝商, 连忙跑出来出价, 小兄弟, 我出四千万, 一开始跟李俊逸竞价的珠宝商也跑了出来, 家荣, 这块料子是我的, 必须卖给我, 沈玉轩激动的一把抓住了林宇的胳膊, 发了, 他这次要发了, 只要林宇把帝王绿让给他, 那他在他把和整个家族面前都能好好的长长脸了, 好, 三千万, 让给你, 林宇笑着答应下来, 对着出价的两个珠宝商道了个歉, 不行, 五千万, 我不能让你吃亏, 沈玉轩坚定道, 我不吃亏, 三千万就行, 回头你做出来浴室, 记得给我留几个橙色好的, 林宇笑道, 他打算留几个浴室做备用, 没问题, 沈玉轩连忙答应下来, 吩咐人把帝王绿收走, 林宇今天晚上这一手, 可以说让众人惊叹不已, 他瞬间成了场地中的名人, 一众人纷纷凑过来, 求他指点剩下的原石, 林宇倒也大方, 帮着众人看起来剩下的一些原石, 此时人群后的李俊义, 面色阴冷的看着林宇, 随后嘴角勾起一丝冷笑, 江言此时还未从震惊中缓过来, 手机突然一动, 他才回过神来, 低头看了一眼, 面色一变, 抬头想喊林宇, 结果林宇已经被众人簇拥走了, 他迟疑一下, 接着转身出了会议厅, 林宇和沈玉轩, 跟众人正热切的讨论着原石, 这时候酒店的一个大厅经理突然过来, 把沈玉轩从人群中拉到了一边的角落里, 什么是神神秘秘的, 沈玉轩不解道, 因为经常来吃饭, 所以他和这个大厅经理很熟, 沈大少, 我给您看个东西, 您要是看好了, 看着赏我点小费就行, 大厅经理突然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, 随后他便把手机掏了出来, 给沈玉轩播放的一段视频, 啊, 轻点, 啊, 小糙祸, 想不想我, 看到视频上的画面, 沈玉轩惊讶的张大了嘴, 视频是从厕所上方偷拍的, 只见卫生间隔间的马桶上, 一男一女衣衫不整, 正抱在一起激烈的动着身子, 这种事情倒是常有, 沈玉轩之所以惊讶, 是因为画面中的那个女的, 竟然是李俊逸的妻子沈爱佳, 怪不得刚才原石拍卖的时候, 他不在, 原来是去厕所里跟情人撕毁去了, 你小子行啊, 啥时候拍的啊, 沈玉轩立马乐了, 一把勾住了大厅经理的脖子, 嘿嘿, 我去四楼上厕所的时候碰到的, 顺手拍了下来, 我一看这女的, 就是刚才跟您叫板那男人的妻子, 所以就给您送过来了, 大厅经理谄媚道, 你小子不错, 不枉我平日里没少照顾你, 沈玉轩拍拍他的背, 低声道, 没给别人看吗, 大厅经理摇摇头, 说没有, 沈玉轩四下打亮一眼, 见没人注意, 这才压低声音说, 我给你五十万, 买这个视频, 不过这么好的东西, 咱可不能独享, 这样, 一会儿拍卖会结束, 李俊逸不是要作为代表上去讲话吗, 肯定要用到LED大厅吧, 回头他讲话的时候, 你把这个给他放上去, 烘托烘托气氛, 这招太妈妙了, 沈玉轩都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天才, 沈大少, 这, 这不好吧, 我会被开除的, 大厅经理一脸为难, 没事, 开了你去我那干, 我给你开百万年薪, 咋样, 好, 好, 为了沈大少, 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, 也在所不辞, 大厅经理连连点头, 交代完之后, 沈玉轩才心满意足的回到林语身边, 冲林语几下眼, 笑着说, 一会儿送你个大礼, 与此同时, 江言已经下到了五楼一间空着的会议厅, 会议厅站着一个身着西装的男子, 手里端着一杯红酒, 背着门口而战, 正是李俊逸, 你果真来了, 看来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, 李俊逸悠悠道, 你错了, 我是来跟你一刀两断的, 江言冷声道, 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对耳环, 狠狠的扔向李俊逸, 冷声道, 你要的, 还给你了, 从今以后, 我们两不相欠, 严严, 李俊逸连忙冲过来抓住了江言的手, 恳求道, 求求你,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, 只要你点头, 我立马跟沈爱家离婚, 我愿意娶你, 我说过, 我要一辈子照顾你, 收起你虚伪的谎言吧, 江言突然转过身, 吼了一句, 灵动的双眼中, 已经泛起了泪水, 李俊逸, 你的谎言可以骗我一时, 但骗不了我一世, 李俊逸低着头, 紧紧握着拳头, 仿佛十分痛苦, 眼泪一滴一滴的掉落, 随后猛的开始扇自己的耳光, 我该死, 我该死, 又是这一套, 省省吧, 江言有些嘲讽的吃笑了一声, 何家荣是没用, 但是他比你要可靠的多, 你要算个男人的话, 以后就别再来打扰我, 好, 我答应你, 李俊逸一把抓住了江言的手, 声音无比痛苦道, 喝了这杯酒, 从今以后, 我再也不会纠缠你, 说着他从桌上端起两杯酒, 一仰头, 自己咕咚咕咚喝了一杯, 闭上眼, 眼泪顺流而下, 神情悲痛万分, 江言也一把接过酒, 仰头咕咚咕咚喝了, 随后把被子往地上一扔, 冷声道, 希望你说到做到, 随后他转身便往外走, 但刚走没两步, 突然脚下一软, 歪到了地上, 身上没有一丝力气, 怎么挣扎都起不来, 而且他发现, 自己身上不由有些燥热, 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, 走, 你往那走啊, 原本满脸痛苦的李俊逸, 脸上突然浮起了得意的笑容, 蹲下身子,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江言的脸, 你的脸蛋真是越来越好看了, 你, 你浑荡, 江言连说话都已经用不上了力气, 气息微弱, 但是他的意识却很清晰, 这是李俊逸从国外弄的特效药, 就是为了今天用的, 他不只要得到江言, 还要让江言清楚地知道, 他得到他的整个过程, 来吧, 宝贝, 快点解决完, 我还得作为杰出代表上去讲话呢, 说着李俊逸一把将江言抱了起来, 放到了一旁的大圆桌上, 他早就已经跟外面的服务员打好招呼了, 绝对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, 此时的江言身上裹着一身鱼尾长裙, 将他前突后翘的身子完美地勾勒了出来, 在药力的作用下, 他浑身燥热, 脸色微红, 不停地扭动着身子, 而且不由自主哼哼地一语着, 宛如熟透的蜜桃, 带人开采, 眼前的一切就好似一剂猛药, 将李俊逸刺激地浑身发热, 呼吸急促, 死死盯着江言米色高跟鞋里, 白细嫩软的玉角, 颤抖着手迫不及待地, 开始去解自己身上的衬衫, 因为太过激动, 他的手反而有些不听使唤, 他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, 感觉喷勃的激情, 好似要从身体里暴射出来一般, 每次跟家里那个黄脸婆例行公事的时候, 他都坚持不了多久, 只有想着江言的时候, 他才能感到兴奋, 才能多坚持一会儿, 后来他才知道, 自己这是得了一种病, 一种只有江言才能治的好得病, 确实在见过这么国色天香的人物之后, 其他女人都不过是将就, 就在他刚解开脖子上第一粒扭扣的时候,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惊呼, 随后门砰的一声被什么东西撞开了, 接着替他望风的服务员便飞了进来, 扑通一声栽到了地上, 李俊逸惊恐的扭头一看, 发现淋雨, 沈玉轩还有周辰三个人, 竟然气势汹汹的走了进来, 他灵机一动, 急忙跑到江言身旁, 抓着他的手急声道, 江言, 江言, 你这是怎么了, 才喝了一口酒就这样了, 是不是酒精过敏啊, 操你妈的, 还装, 沈玉轩大骂一声, 冲了上来, 飞起来冲李俊逸身上就是一脚, 李俊逸练过搏击, 所以沈玉轩这一脚威胁不到他, 他一个侧身便躲了过去, 不过沈玉轩再次冲了上来, 一拳往他脸上砸来, 李俊逸一把抓住他的胳膊, 用力一扭, 紧接着一个绊子将他撂倒在了地上, 哎呦, 沈玉轩痛得叫了一声, 随后只见一只巨大的拳头, 朝他脸上落了下来, 啊, 沈玉轩忍不住惊叫一声, 但随后他发现拳头在他脸上方停住了, 只见林宇已经稳稳的抓住了李俊逸的手臂, 林宇的脸色冷得宛如三九天里的寒冰, 抓着李俊逸的手陡然一扭, 啊, 李俊逸惨叫一声, 身子不自主随着手腕扭曲起来, 脸色煞白, 瞬间冷汗连连, 家荣, 家荣, 算了, 算了, 人没事就行了, 别冲动, 别冲动, 周辰满头冷汗, 赶紧上来劝解, 宣传部的人还在上面等着呢, 要是把李俊逸弄伤了, 还真不好交代, 记住, 下次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打他的主意, 我就杀了你, 林宇的语气里不带一丝感情, 说完他猛的把李俊逸的手一甩, 随后抱起江炎就往外走, 同时说道, 周辰, 快, 给我找监房, 然后找豪针, 要快, 好, 好, 周辰一把抓住一个客房经理, 让他带林宇去房间, 随后自己跑下去帮林宇找豪针, 此时江炎身上的药力已经达到了峰值, 身子开始不自主的扭动了起来, 没事的, 没事的, 一会儿就好了, 林宇一边安慰他, 一边将他抱到了客房里, 客房经理替他们关上门, 便立马出去了, 林宇把江炎放到床上, 谁知江炎一把勾住了他的脖子, 吐气如蓝的在他耳边温热道帮, 帮我, 我要, 江炎虽然身子不受控制, 但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, 在做什么, 他虽然身上难受, 也有那方面的渴求, 但是并没达到非要不可的地步, 起码他还能控制的助自己, 但他还是要跟林宇这么说,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 是一个能让自己不那么痛苦的成为林宇女人的机会, 他要了她, 那他便不亏浅他什么了, 在这种巨大的诱惑下, 林宇心跳的厉害, 但还是小心翼翼的将江炎的手从脖子上拿了下来, 随后在他手腕处和腹部的穴位, 轻轻的暗揉了暗揉, 轻声道, 现在应该感觉好些了吧, 江炎轻轻摇摇头, 求你, 求你要了我, 说话间, 两行青泪自他眼角轻声滑落, 就在刚刚, 他差点被那个渣男夺走他最宝贵的东西, 就在刚刚, 他差点一辈子对不起何家荣, 林宇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, 伸手将他眼角的泪水擦掉, 柔声道, 你不必自责, 该反省的是我,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, 对不起, 林宇这话说完, 江炎眼角的泪水更伤, 鼓鼓而出, 我, 我不值得你, 值得, 我为你做什么都是值得, 你是我的妻子, 林宇轻轻握了握他的手, 安慰他道, 你放心, 在你心里真正接受我之前, 我不会面勉强你做任何事, 这时, 门外突然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, 林宇刚要起身去开门, 谁知, 江炎一把抓住了他的手, 不要, 不要离开我, 林宇只好坐下, 抓起手里的房卡, 对准门底下一甩, 房卡贴着地面, 搜得从门下面飞了出去, 对外面喊道, 自己开门进来吧, 门外的周辰被飞出的房卡吓了一跳, 赶紧捡起来, 打开跑了进去, 随后将手里的豪针盒递给了林宇, 将这种高档酒店, 这些医疗用品准备很齐全, 所以他不用五分钟就回来了, 林宇连忙起身给豪针消毒, 接着在江炎的足三里, 杨灵拳, 曲拳, 英谷等学位扎了几针, 轻轻的移担针位, 针位颤抖不已, 同时一股碧绿色的雾气从林宇手上渗出, 顺着银针刺激到了江炎的身体里, 不出片刻, 江炎顿时感觉全身通畅了起来, 酒力和药力都急速的退去, 身上也充满了力气, 怎么样, 好点了吗? 林宇轻声问道, 起身给他接了杯水, 江炎从床上坐起来, 已经没有答案, 点点头, 接过水喝了口, 想起自己刚才求着林宇要了自己的话, 顿时间塞边烧起两朵红云, 家荣, 原来你真会医术啊, 一旁的周臣看得惊叹不已,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, 竟然就把江炎身上的谜解了, 简直就是神医啊, 略知一二, 略知一二而已, 林宇笑着点头, 周臣只当作没听见, 不管什么, 林宇都说略知一二, 结果到头来全都惊天动地, 他再也不相信林宇这个略知一二了, 连标点符号都不信, 玉轩呢, 他没事吧, 林宇问道, 没事, 就是, 就是摔了那一下, 肚子疼而已, 周臣周眉道, 因为有江炎在, 他也没好意思直接说, 其实沈玉轩是被人打出屎来了, 我们回去吧, 林宇轻声询问江炎道, 他知道, 发生这种事, 江炎肯定不想在这里多待, 江炎顺从地点点头, 随后他惊讶地发现, 那种他失去了许久的依赖感, 竟然又回来了, 他眼神惊讶地盯着林宇, 不理解自己竟然会对他产生这种感觉, 怎么了, 林宇一边问道, 一边抓着他白嫩的脚, 替他把鞋子穿上, 没什么, 我们回家吧, 江炎主动起身挽起林宇的手, 周辰也没有拦他们, 跟着一起下楼送他们, 家荣, 家荣, 等等, 等等, 这时, 从卫生间出来的沈玉轩, 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,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, 你们不能走啊, 还有好戏要看呢, 好戏, 什么好戏, 林宇那问道, 李俊逸的讲座啊, 沈玉轩满脸兴奋地说道, 玉轩, 你瞎说什么呢, 周辰皱着眉头, 冲沈玉轩使了个眼色, 一旁的江炎,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, 现在李俊逸在他心中的形象, 已经人渣到了极点, 他自然不想看到他, 我们不看了, 先回去了, 林宇脸上倒还算平静, 相信我, 家荣, 绝对是一出大戏, 而且是一出好戏, 包你过瘾, 沈玉轩眉飞色舞蹈, 一把拽住了林宇的手, 不让他走, 接着转头对江炎道, 嫂子, 你相信我吗, 包你解气, 林宇和江炎有些诧异的互相看了一眼,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, 一旁的周辰也是满头雾水, 也不知道沈玉轩这是唱的哪出, 不过在沈玉轩的极力邀请下, 他们还是回到了六楼的会议厅, 此时会议厅里已经摆好了椅子, 台下坐了只有数百人, 而台子上西装革履, 慷慨而谈的, 正是李俊逸, 此时的他气欲轩昂, 慷慨陈词, 仿佛刚才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, 江炎终于知道了什么要虚伪, 看向他的眼神带着仇恨的火焰, 如今, 他对这个男人所有的感情终于彻底烟消云散了, 直到此刻, 他才彻底看清这个人渣骨子里的本质, 他低下头不敢看他, 因为实在是有些反昧, 甚至听着他虚伪的声音, 他都觉得恶心, 沈玉轩站起身抬头扫了一眼, 发现沈爱家此时已经回来了, 正坐在台下最前排的位子上, 他不由兴奋的舔了下嘴, 随后他冲站在远处的大厅经理使了个眼色, 指了指手上的表, 那个大厅经理立马做了个OK的手势, 接着伸出了五个指头, 佳蓉, 嫂子, 还有五分钟, 好戏, 马上开始, 沈玉轩情不自禁的扭着身子跳了个舞, 成功没有捷径, 靠的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,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功经验, 讲台上的李俊以侃侃而谈, 一脸的优越感, 随后他冲酒店工作人员招了下手, 失忆可以开始播放影片了, 小糙祸, 想不想我, 画面一出, 整个酒店大厅瞬间鸦雀无声, 落叶可闻, 众人目瞪口呆, 石画般望着屏幕上的画面, 心里万马奔腾, 现在都这么开放了吗, 连这种经验都分享了吗, 林与周辰也都呆若目击, 江言忍不住好奇的看了一眼, 立马也呆住了, 心里竟然莫名涌出一股巨大的报复快感, 起初李俊一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, 等他认出大屏幕上的沈爱家后, 连立马憋成了猪肝色, 身子不受控制的抖动了起来, 见惑, 李俊以一个剑步冲下台去, 撕着沈爱家的头发, 甩手就是一耳光, 臭婊子, 此时的他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, 因为他已经没有形象了,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 见证自己的老婆是如何给自己戴绿帽子的, 比杀了他还要难受, 谁让你自己没用的, 在床上你哪次有超过过一分钟, 地上的沈爱家也站起来歇斯底里的吼道, 随后张牙舞爪的挥着手上去抓挠李俊一, 打算跟他鱼死网破, 整个大厅里顿时乱作一团, 有哄笑声, 有讥讽声, 有劝解声, 嫂子, 我就问你, 过不过瘾, 沈玉轩笑得肚子都疼了, 高兴的手舞足蹈, 你小子真准啊, 周辰无奈的摇头笑了笑, 觉得李俊逸也是咎由自取, 得罪谁不好, 偏偏得罪沈玉轩, 这个青海富二代圈子里有名的混世魔王, 看着沈玉轩的模样, 江炎竟然忍不住微微笑了一下, 而就是这微微一笑, 竟然让李宇看吃了,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这座冰山校呢, 那种感觉就好似冰冻三层的银河, 陡然间春暖花开, 你刚才笑了, 林宇惊讶道, 我没有, 江炎面色冰冷, 仿佛真没笑过一般, 你笑起来很美, 以后没事多笑笑吧, 林宇笑咪咪道, 现在大厅已经乱作一团, 林宇他们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, 起身离开, 此时那个大厅经理立马跑了过来, 沈大少, 我这是办的怎么样, 没毛病, 今天辞职, 明天去我那上班, 沈玉轩拍了下他的胸口, 随后冲林宇道, 家荣, 刚才嫂子那是多亏这小子看到后及时给我报信,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, 谢谢, 江炎冲大厅经理道了个谢, 脸色有些难看, 想起刚才的事情, 还是有些后怕, 玉轩, 帝王绿的浴室做完后, 记得替我送他一块, 略表心意, 林宇也很感激这个大厅经理, 歇,歇, 谢谢和少, 谢谢和少, 大厅经理激动的都有些语无伦次了, 那可是帝王绿啊, 周辰把他们送到酒店门口便回去了, 上面还不知道打成什么样子, 烂摊子都得他回去收拾, 家荣, 钱已经打到叔叔的卡上了, 你回头记得让他查收一下, 沈玉轩临走前嘱咐了一句, 往回走的时候, 江炎一直默不作声, 面色沉闷, 似乎心事重重, 林宇也没有说话, 跟以往一样, 依旧转头望着窗外, 他知道, 回去后, 江炎肯定会有很多话要问他, 今晚上, 自己迫不得已, 暴露的太多了, 家荣, 我这塔里怎么莫名其妙的又多了三千万, 刚到家, 老丈人和丈母娘就披着衣服出来了, 江静人的语气中还有些恐慌, 一晚上就进账五千万, 他这辈子想都不敢想啊, 没事吧, 都是合法收入, 我开出了一块帝王, 林宇还未说完, 就被江炎拽进了屋里, 喷的一声关上了门, 江静人两口愣了片刻, 李肃勤那闷道, 炎儿现在都这么主动了吗? 好事, 好事, 抱孙子指日可待啊, 江静人满脸欣慰, 说, 今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, 江炎把林宇推到墙上, 满脸寒霜的望着他, 什么怎么回事, 那啥, 咱说话就说话, 地铺你先给我打着呗, 林宇眼神有些躲闪, 不说实话你今天就睡阳台, 江炎冷声道, 先是古董, 后是原石, 再是医术, 似乎每一项技能和家荣都了如指掌, 江炎不相信这个废物运气会这么好, 但他更不相信这一切会是他的实力, 所以他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, 为什么这个废物一醒过来会这么厉害, 莫非真的衰通了任督二脉, 林宇见今天是躲不过去了, 便神情庄严的看着江炎, 一字一顿道,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, 话音一落, 他低下身, 从床底下拖出三个大纸箱子, 只见每个纸箱子里都装着满满的书, 其中一个是有关中医的, 另一个是有关古丸的, 还有一个是有关风水的, 而且这些书都很旧, 显然被人翻过很多遍了, 这些全都是林宇问母亲要钱, 从地摊上收来的旧书,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, 应对江炎或者其他人的质问, 没想到今天真派上了用场, 你们一直都说我是个窝囊废, 说我不争气, 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, 我每天都背着你们偷偷的努力, 但我不敢让你们知道, 因为你们知道后, 反而是变本加厉的嘲笑, 因为你们的内心, 就从没真正的接受过我, 林宇眼眶泛红,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, 感觉连自己都被感动到了, 对不起, 江炎被何家荣这番话说的有些沉默了, 是啊, 自打他来这个家企, 自己内心就从来没接受过他, 对他而言, 真的太不公平了, 见糊弄了过去, 林宇这才长呼了一口气, 家荣兄啊, 我为了你真是够意思了, 你要是想的话, 今晚上可以睡床, 不用了, 我地上睡习惯了, 没等江炎说完, 林宇就铺好了地铺, 早也不洗了, 脱掉外衣就睡, 没一会儿就有了微微的憨声, 今天这番折腾, 他有些累了, 江炎有些错愕的, 看着林宇麻溜的打地铺入睡, 心里竟然有些恼火, 这个窝囊废, 自己在他心里, 就这么没有吸引力吗? 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二次主动要求跟他一起睡了, 他竟然接连拒绝, 要知道, 这是多少男人都梦寐以求不可得的, 睡睡睡, 睡死你算了。